26年前,我四岁,大哥六岁,二哥六岁,大哥和二哥是一卵双胎,继父其实是我妈妈招续过来的。 我的爸爸去世两年后,妈妈把继父带回了家,继父老家是广西一个小县城的,说着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这么多年来,她的家乡话说得比我们三兄妹还流利,据妈妈说,继父家里很贫穷,所以她年纪轻轻就出来打工,走南闯北,或许是姻缘聚会,最后却在我们县城打工,和我妈妈相识,最后留在了我们家。 继父第一次进家门的时候,我们三兄妹都对她很不客气,妈妈让我们叫她爸爸。 我们说什么都不叫,最后在妈妈的棍棒之下,我们兄妹三个迫不得已叫了声叔叔。 妈妈气得不行,差点又想要动手,最后还是继父拦在我们身前。 孩子们还小,和他们动什么气呢? 说吧,继父从口袋里掏出很多五颜六色的糖果出来,让我们吃,我们对此不屑一顾。 认为他是想用糖果来收买我们,两个哥哥直接躲进了卧室,而我,伸手打掉了继父递来的糖果,一溜烟跑了出去。 那时候年纪还小,现在想想,当初的年少无知,或许真的打碎了一个老人的真心。 继父在我们家住下来之后,因为是上门女婿的缘故,少不了受到邻居的闲言碎语,但继父每次都一笑了之。 他们说,继父是因为家里穷,娶不到老婆,所以迫不得已做了我家的上门女婿。 而且还有我们三个脱油瓶,在好多年我们关系良好之后,我问继父,他们这么说你,你不生气吗? 继父每次都乐呵呵地说道,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而且他们说得对啊,坐上门女婿不丢脸,作为一个男人好吃懒做才丢脸。 在我印象中,继父就是个好好先生。 他和妈妈结婚二十多年,从来没和妈妈红过脸。 有时候妈妈心情不好冲着他发脾气,继父也是很有耐心地哄着。 直到妈妈心情好转为止,妈妈一直是个强势的人,脾气不太好。 性子急,说话嗓门大,爸爸性格和妈妈大差不差。 所以爸爸还在世的时候,他们俩经常吵架,有时候还上升到打架的地步。 邻居们苦不堪言,经常要到我家来劝家。 但是继父和我爸爸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性格。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继父和我妈更合拍。 因为继父脾气好,遇事会让着妈妈,哄着妈妈。 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从来不冷战,也从来不吵架。 要说吵架,只能说是妈妈一个人在吵。 在妈妈歇斯底里的时候,继父从来不插嘴。 等妈妈发泄完,继父就开始给妈妈顺毛。 妈妈也顺破下驴,很快就变成了没事人一样。 很多人都说,妈妈脾气大,肯定是妈妈镇住了继父。 因为继父是我们家上门女婿。 但是只有我们这些家人知道, 其实是继父用她日复一日的温柔和包容,体谅和无私。 感动了妈妈。 细数一下继父这些年为我们这个家做了多少事。 我六岁的时候突发高烧,继父整夜整夜陪伴在我身边。 直到我出院回家,在我六岁的一天, 我从学校回来,晚上毫无征兆地突发高烧。 那天,妈妈正好回了娘家。 在另外一个镇上,我在傍晚的时候,突然头很痛。 辗转反侧,都难以入眠。 也许是住在隔壁卧室的继父听到了我痛苦的声音声。 于是不放心起来看我怎么回事。 继父一抹我的额头,立马觉得不对劲。 于是,她叮嘱我赶紧穿好衣服, 马上带我去找医生。 说完,她又去旁边的卧室叫醒两个哥哥, 让他们不要独自外出。 叮嘱完继父还是不放心把两个哥哥放在家里。 她又去敲响了邻居的门, 请求他们帮忙看着哥哥。 直到这些事情做完之后, 继父赶紧背着我出了门。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在这寂静的深夜, 我趴在继父的背上, 突然感受到了爸爸般的温暖。 在去医院的路上, 继父一直在和我说话。 满满, 千万不要睡啊。 再忍忍, 马上就要到了。 我头昏脑胀, 而我握在继父怀里。 头痛得要命, 医生赶紧给我开了退烧药。 而我咸药苦, 怎么也不肯吃。 最后还是继父哄着让我吃下。 继父怕我有事, 让医生给开了住院。 这天晚上, 我反反复复发烧。 这把继父累得够强, 一晚上都没合眼。 他隔会就给我用湿毛巾温水 给我物理降温。 到了早上七点, 我的体温才恢复正常。 继父说, 满满, 累坏了吧。 先躺着休息下, 很快就好了。 我看到继父眼睛里的红血丝,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八点半的时候, 继父正在为我喝白粥。 妈妈一脸担忧地赶了过来。 妈妈对着继父说道, 阿德, 昨晚辛苦你了。 现在有我看着, 你先趴着休息一下吧。 继父应了声, 很快就传来了他均衡的呼吸声。 原本以来我的体温恢复正常了, 应该就没事了。 不曾想到, 等我准备出院的时候, 我又开始高烧不退。 嘴里还说着胡话。 医生再次给我做了各种检查, 还是没查出发烧原因。 最后只能给我采用冰块降温, 但发烧还是反反复复。 最后还用了据说很贵的特效药, 50块一颗的退烧药, 当时很有效。 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又开始发烧。 在医院折腾了四天, 医生还是没有办法。 最后只能让妈妈给我转院去上级医院检查。 妈妈和继父一脸愁容, 又怕我在转院的途中出现什么意外。 谁知在准备转院的前一小时, 我又奇迹般地退烧了。 我还和妈妈说, 等我病好后要吃雪糕。 妈妈没说话, 继父却慈祥地摸摸我的头。 等你好了, 想吃啥都行。 医生看我又退烧了, 让在观察下, 先不急着转院。 从上午到下午, 过去了十小时, 我的体温一直保持正常。 直到医生说, 应该没啥大问题了。 妈妈和继父才松了一口气。 这么多年, 每每说到这件事, 亲朋好友都会开玩笑地说, 你脑子没烧坏, 真亏了你叔叔及时把你送去医院。 要不然你不是烧成个傻子 就是去见了阎王。 他们说的话我都懂, 我也很感激继父。 但是那句爸爸, 始终叫不出口, 继父早出晚归仲裁卖菜, 还去工地干活赚钱, 给我们三兄妹上学, 还给家里翻新了房子。 继父自从来到家里, 从来没有闲下来的时候。 最初, 他和妈妈每天下午两点 去大棚里摘菜, 回来的时候已经日落西山, 晚上吃完饭后 开始整理摘回来的菜。 十点左右去睡觉, 凌晨三点骑着三轮车 把菜送到菜市场去售卖。 大概八点左右才回家, 又开始忙家里琐碎的事情。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等菜地里的菜价格不好的时候, 或是家里不忙的时候, 继父就跟着一个亲戚 去工地上干活。 有多辛苦那时候我不是很懂, 只是原本皮肤还算白净的继父。 自从去工地上干活之后, 皮肤开始变得又粗糙又又黑。 这些年来, 我们家靠着继父赚来的这些辛苦钱, 翻新了房子, 各个有书可读。 我们三兄妹学习都不算很好, 都只勉强考了一个三本。 本来妈妈打算让我们读个大专算了, 毕竟三本一年的学费就要一万多, 还有其他学杂费和生活费。 家里三个孩子实在负担不起, 直到现在继父的话还历历在目, 让孩子们读个本科吧。 本科虽然贵点, 但总比大专要强, 将来也能找个好工作。 不用像咱们一样, 每天日晒雨淋的, 钱的事不用担心, 总会有的。 两个哥哥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继父比谁都激动。 有个亲戚家里的儿子连专科都没考上, 开始眼红了, 在哥哥们的升学宴上上。 这个亲戚当着所有亲戚的面, 对着继父嘲讽说道, 考个三本有啥了不起的, 再说又不是你亲儿子, 有啥好激动的。 亲戚说这句话的时候, 院子里突然鸭窃无声, 我看到继父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 但又突然笑呵呵地说道, 这些年来, 我早已把这两小子当成了亲儿子, 看看我家儿子最起码能上本科, 总比没的学校上, 好, 我作为父亲, 激动一下也是应该的继父的话一说完, 亲戚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其他亲戚也开始对着这个亲戚指指点点, 他饭都没吃完, 灰溜溜地走了, 好在我们三个上完大学之后, 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 原本继父是可以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的, 但是他又开始发愁我们三兄妹可能很快要结婚, 需要房子车子, 彩礼嫁妆, 于是继父又开始卖力干活了, 继父帮助我们三兄妹结婚成家, 买房买车, 这些年继父都做过哪些工作呢? 种菜买菜是妈妈和继父的主业, 等闲下来的时候, 继父就去工地上做苦力活, 刚开始继父是在亲戚承包的工地上干活, 后来继父做得越来越熟练, 开始和一个一夫一起承包工地, 别的包工头都是把人找来把任务分下去, 就待在家里享福或者时不时关注下工程进度, 但是继父却是自己身体力行和工友们一起干活, 因为做一天, 算一天工资, 等到过年的时候, 继父开始提前通知工友们来家里清算工资, 有时候从上级老板那里要不来那么多钱, 剩下的继父就自己垫上, 因为这件事, 妈妈没少对着继父发脾气, 但是每次继父都笑嘻嘻地说道, 工友们赚点苦力钱不容易, 他们也需要生活, 也有老婆孩子要养, 反正钱迟早都会要回来的, 只是晚点到我口袋里而已, 咱们不吃亏, 人人人都说继父傻, 他却觉得做任何事情, 无愧于心就好, 两个哥哥结婚的时候, 彩礼, 房子首付, 车子都是继父提前准备好的, 就连我结婚, 继父也给我准备了二十万赔价, 尽管我一再推辞, 因为我知道这么多年, 妈妈和继父过得有多么辛苦, 但是继父却说, 虽然叔叔没那个能力给你准备房子车子, 但是这二十万赔价是你在婆家的底气, 你一定要收下, 我出嫁那天, 从继父手里接过这张二十万的银行卡, 虽然轻飘飘, 却装满了继父沉甸甸甸的爱, 我突然有点想哭, 却忍住了, 在我刚开始传出怀孕的消息时, 继父甚至比我和我妈妈还高兴, 第二天, 她又去养鸡场抓了几十只鸡养着, 尽管家里已经有了十几只鸡, 但是继父说, 你现在怀孕了, 还瘦得这么弱不禁风, 你妈不心疼, 我心疼, 现在你怀孕了是两个人, 一定要好好补补, 妈妈尴尬地摸了摸额头, 而我笑得嘴牙咧嘴, 小鸡抓回来之后, 继父在家里唯一一处山林里圈了一块地, 把鸡全部放养在那里, 本来家里的鸡都是圈养在家里的, 因为村里不让放养, 但是继父觉得圈养的鸡没有放养的鸡有营养, 所以干脆把鸡放到山里去养了, 但是继父又怕鸡被偷了, 所以他每天一有时间就要去林子里转悠转悠, 晚上的时候把鸡装在笼子里带回家, 一大清早又把鸡放到林子里, 妈妈嫌麻烦, 继父却乐此不疲, 我阵痛时候是大半夜, 我刚好在娘家, 而妈妈刚好去了外婆家, 老公有事也不在家, 是继父把我送去了医院, 签下了风险知情书, 他送我进手术室的时候一直握着我的手说, 满满, 不要怕, 有叔叔在, 我差点掉出眼泪, 宝宝出生的时候, 继父是第一个抱他的人, 也是最疼他的一个人, 妈妈不幸患上肺癌, 继父悉心照料, 并陪伴妈妈游篮祖过山川在宝宝一岁的时候, 妈妈突然被确诊, 肺癌晚期, 等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泣不成声, 妈妈辛苦劳累了大半辈子, 还没有想过子女的福, 如今却被癌症缠身, 也就是这次, 我看到了继父的眼泪, 这是二十多年来, 我第一次看到继父因为妈妈的病, 担心地掉出眼泪, 为了尽可能延长妈妈的寿命, 我们一直要求妈妈做手术或是化疗, 但是妈妈说什么也不同意, 我知道妈妈怕花钱, 不想给我们压力, 但是她又何曾知道, 我们又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妈妈离开呢, 我们三兄妹轮流给妈妈做思想工作, 但是妈妈坚持不做手术不化疗, 就想回家安静地待一段时间, 然后慢慢地离开, 最后继父说, 既然你妈妈不想治了那就不治了吧, 继父说出这句话, 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我知道这对于继父来说, 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 但她还是忍痛代替妈妈做了, 病房寂静无声, 我们三兄妹都垂泪不语, 继父又握着妈妈的手说道, 老婆子, 你不是说你还没有出去旅游过吗? 等过段时间我就带你去看看你想去的地方。 第三天, 我们找医生开了一些药, 给妈妈办理了出院手续, 妈妈在家里休养了半个月后, 继父就收拾好行李带着妈妈踏上了去往丽江的路途, 原本我很担心两个老人家在外面人生地不熟的, 但是继父打包票说, 我这半个月可不是白学的, 你们就不要担心了。 是啊, 原本我是想给老俩口抱个旅游团的, 但是妈妈说抱团完不自由, 所以最后他们选择自由行, 也就是在这半个月, 我给他们做了一个攻略, 以及在这当中会遇到哪些事, 怎么打车, 怎么订酒店等等, 继父学得很认真, 也很有自信, 他们到达丽江的第二天晚上, 继父破天荒地在朋友圈分享了他们路途中的美景, 我笑了笑, 还挺时髦的, 他们这一走就是一个月, 我打电话让他们回来的时候, 妈妈还对云南恋恋不忘, 但是我担心妈妈身体出现意外, 所以催着他们回来了, 在妈妈去世前的四个月, 继父放下手中所有的事, 所有的心思都用在照顾妈妈身上, 就在上个月二十号, 妈妈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安详地如同睡着了一般, 我想, 妈妈这一生一定是幸福的, 因为她遇到了这么好的继父, 一个大半辈子都在宠着她, 挨着她, 让着她的男人, 妈妈丧事处理好的第五天, 哥哥嫂子都去外地上班了, 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家里, 一大清早, 继父就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继父一向爱干净, 我以为她只是单纯地想找点活干, 不曾想午饭后, 继父提着大包行李告诉我说, 她要回老家去了, 我一下愣住了, 继父说, 你们三兄妹都结婚成家了, 我也不用担心了, 现在你妈妈不在了, 我在这个家待着也没啥意义了, 所以我打算回老家去看看, 如果有可能, 应该不会再回来了, 听完继父的话, 我的心仿佛被挣扎式的疼痛, 我赶紧握住继父的手说, 爸, 听到我叫她爸, 继父似乎愣住了, 我又继续道, 其实我老早就想叫您爸了, 只是年龄越大越害羞, 越叫不出口, 爸, 这些年您为家里做的, 我们都看在眼里, 在我们心里, 您就是我们的亲爸, 请您留下来好吗? 让我们三兄妹好好孝顺您, 我看到继父红了眼眶, 她说道, 你们都是孝顺的孩子, 我心里都清楚, 只是我年纪大了, 留在这里只会给你们带来麻烦, 不不不, 如果不是您这些年的付出, 我们兄妹几个也不会有如今这么好的生活, 您对我们的好我都记在心里, 相信两个哥哥也是的, 您养我们小, 就让我们养您老, 好吗? 继父还想再说些什么, 我直接从他手里抢过行李, 直接搬进了卧室, 继父说, 你这孩子, 我笑了笑, 拉着继父的手转身去了客厅, 一边看电视, 一边聊着天, 你养我小, 我养你老, 继父虽然不是我们的亲生父亲, 但是在我们三兄妹心里, 他早已成为了我们至亲的人, 继父为了这个家辛苦了这么多年, 是该我们回报他的时候了。